虽然说在Excel里面,可是它是隐藏功能 而且是在这个地方 平常人应该是没事不会把这个开发人员叫出来 但是一旦你把它开启了 那等于是你开启了另外一扇窗了 而且你就变成开发人员了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这绝对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有一定它的那个我觉得是乐趣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先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记得就是工具箱一定要存在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有些同学习惯把工具箱关掉 那如果你要再启动它很简单 上面就有工具箱了 这个地方可以找到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从检视里面有一个工具箱 也可以把它叫出来 反正检视里面好像几乎都有你需要的东西在里面 那未来你也许可以把这些都熟练了 里面蛮多还有其他的原控制箱可以使用 好,第一个那其他的话 我想你就分别把这些东西把它加上去 我想应该花不了多少时间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要把它启动 那启动的方法 一,直接按一下执行 有没有要点这个表单一下 按执行 它就跳出来了 OK,但是呢 将来如果你给使用者使用的话 但你不可能说 请你把开发留言打开 打开你这个表单 再按执行就可以了 我想应该使用者应该是没办法 所以怎么办呢 你需要给它一个更方便的东西让它启动 例如按钮 按一下它 它就启动了 OK 那要怎么启动它呢 其实就一个按钮 那按钮对应到 就是一个模组里面的一个什么 Sub OK,那前面就讲 你这个按钮做的方法 记得就是说呢 在你的模组 这个地方又是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叫做启动表单 OK,那当然不一定叫启动表单 我习惯就用启动表单的一个Sub OK 按确定哦 然后再来怎么样 里面呢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这个Sub 启动表单 那因为呢 那个表单的名称 叫做Home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启动的话 你只需要写一行程式就好了 就是呢 那个表单的名称 确定是Home 如果是其他userfone1 你就打userfone1 Home点 点什么 点show就可以了 那特别至于哦 如果说你点下去哦 你打个Home点 它没有这个清单出现的话 那你就要 可能要检查一下哦 你点下去没有 表示哦 你的表单没有这个名称啊 有 那一定会有清单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出错的方法 因为之前有太多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没法启动 那我一看 你的是要userfone1 当然启动不了啊 OK 你就没有改这个名称啦 OK Home点show 好 完了之后呢 再加个按钮 按下去 就OK了 应该可以 可以 应该这个按钮没问题吧 前面都有做过了 然后 然后这是第一种方法 启动表单第一种方法 可是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哦 你还要让使用者 跳到这边来再启动的话 那有的时候哦 他们会找不到耶 明明跟他讲在那里 他就是找不到哦 那有没有办法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 当 e-sale打开的时候 顺便帮我把这个启动起来 OK 那当然是更好嘛 比如说你e-sale 假设关闭 开起来的时候 欸自动起 就表单就启动在那里 那是最好的 那如何随 那个 就是 你的e-sale启动 其实那程式撰写的位置 就不太一样哦 记得就是说 我们 上面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 我们专案 专案下面一定会有个叫 this 我不可 指的就是什么 我这个工作部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e-sale打 你把它点两下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个什么 这个工作部 预设的事件 事件是当发生什么 情况的时候 那里面预设是open 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部呢 打开的时候 那我要做什么 欸很简单 home.show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它一启动 顺便把表单启动起来 好OK 但是呢 会不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启动的时候 它预设的工作表 应该会是第一个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是综合练习二啊 那你要如何 再开启表单 之后 顺便也要切到这边来 不然的话你输入会输入错哦 那怎么办 很简单 顺便再教各位一个 如何切换表单 非常简单 请各位多记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sheets sheets 加s 这个应该不难记吧 工作表就是sheets 然后加s 因为它是很多个工作表 那哪一个工作表呢 你告诉他一下 瓜糊 你可以用index指的是数字 第几个 一二三 可是你还算不确定 没关系 还有第二个 输入什么呢 输入名称 名称的话呢 必须要什么 多前后双一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综合练习二 OK 那切过去哦 它那个是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词 那个名称叫什么select 应该不难记吧 select 选取的意思 有没有select 这个 OK 意思是说 我一启动的时候 把表单叫出来之后 也帮我把那个工作表 也切到综合练习二 OK 那这个东西就两个而已 两行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续续看 应该这个不难 然后呢 就两行 home.show 跟sheets 综合练习二 点select ok 那如果这个select 应该不难 如果你这个select 实在拼不出来 你可以先打sheets 点 有没有 点下去这边就有个select 这样也可以吧 那你再把刮壶补上去 也是ok 只是因为你补了刮壶之后 你点它不会出现 所以通常 可能 不过单字也不难 不难背 ok 好 记得是在这个地方 this workbook 里面 的workbook 当它被开起来的时候 做这两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续一下 基本上就是先关起来 然后记得把这个干脆另存新挡一下 把它存在桌面上 前面讲讲过 应该讲过吧 改成这个启用聚集活跃部 这个 如果是现在新的版本 记得就要选这个 才会储存VBA 之前也有讲到吗 没有 没有特别讲 那如果没有特别讲 如果你存这个活跃部的话 它会问你什么 它好像会问你 要不要储存 如果你按4的话 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VBA就不见了 一定要用佛 OK 记得要改成这个 起用聚集 这点可能没特别讲到 所谓的 起用聚集 就是把VBA存在这里面 跟Esser在一起 把它存桌面好了 这样比较好找 好 储存 关闭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储存的档案在这里 这个档案 比较特殊 前面会多一个惊叹 复档名的话 它会变成XLS 本来是XX X是没有聚集的 没有VBA的 它会多个M XSM 那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会不会做我们要做的事情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启用内容一下 因为预设的聚集 VBA是停用的 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一定要点它一下 OK 把它点击一下 那我做两件事 试试看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 切过来 也 启动 这个我们的表单了 OK 所以基本上 那接下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那如何 当我输入资料之后 可以按下新增 自动帮我新增在最下面 不过在我这件事情之前 可能需要什么 户籍地 现在没有东西 那怎么做 那个所谓的下拉清单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吧 重点提示一下 一 启动表单 先在模组里面 插入一个程序 叫启动表单 打一个HOME.SHOW 增加一个按钮 它就启动了 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你希望当你的Essale打开的话 写在这里 Wordbook Open 写这两行 应该没问题吧 OK 画面先滑给各位一下